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人 把自己的脖子吊起来甩来甩去 虽然看起来有点像复健科的拉脖子 但在力道控制上可是天差地远 其实你自己这样乱掉 可是拿全身瘫痪来当做筹码 在赌拉松颈椎 这是极度的风险不对称 建议大家千万别这么做啊 即使风险这么高 为什么还有人这么做呢 那是因为脖子颈真的太难受了 把颈椎松开后活动度增加 脖子就会比较舒服 那脖子为什么会变紧 有没有比较安全能松开颈椎的方法呢 这就是我今天这部影片想要告诉你的 颈椎活动度 以及和颈椎活动度关系最密切的 落枕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落枕的症状跟闪到腰很像 都是突然之间的肌肉紧绷进软 而动弹不得 只是闪到腰容易发生在搬东西的时候 而落枕则是容易发生在睡觉的时候 因为睡觉时 心跳和血流都会变慢 原本血液循环就不太好的地方 睡觉时也就比较容易肌肉紧软 落枕闪到腰这些问题 一开始都是围绕着肌肉而展开的 所以除齐肌肉就是要处理的关键点 为什么说是除齐呢 因为肌肉的收缩会影响到关节的活动度 你看像这样 如果右边的脖子上的肌肉很紧 就没办法做出左侧弯的动作 这情况我们会说是脖子左侧弯的活动度受限 颈椎的活动度受限通常就是烙枕的警讯 也可以说颈椎活动度受限的越严重就越容易烙枕 单纯因为肌肉脊胸进卵造成的烙枕 顶多两三天就会好了 但有的烙枕肌肉会拉歪关节 这种就要持续烙一两个礼拜 甚至有可能因为关节一直被卡住 而变成习惯性的烙枕 最严重的烙枕会在肌肉和关节之上 再影响到更里面的水肩盘 这时候就麻烦了 除了脖子不能动 还会一天比一天痛 往往会痛一到三个月以上 说不定还得开刀才能解决 如果你没办法确定自己的烙枕是哪种类型的话 最好不要拖 赶快去给医生检查 虽然我没有办法透过影片教你 怎么评估烙枕的等级 但颈椎活动度可以 现在就跟我一起测测看 你颈椎落枕的风险大不大 健康的脖子要左右侧点头45度 左右转90度 下巴可以碰到胸骨 抬头脸和天花板夹角0到10度 如果脖子动不到这些角度 就代表你脖子周围的肌肉张力已经不正常 开始影响到颈椎活动度了 那什么是肌肉张力呢 我们都知道 肌肉用力的时候会收缩 但其实肌肉不用力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的收缩 不会完全没有张力 完全没有张力的肌肉会像菜市场看到的猪肉一样软软的 也就是说只要还活着 就一定会有基础的张力存在 这种张力就像汽车的袋数一样 引擎其实都要保持在一个发动的状态 只要一催油门就能往前跑 那这种肌肉张力和落枕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假设你今天用了很多公二头肌 公二头肌的肌肉张力就会增加 长期维持在这种高张力的状态 公二头肌就会缩短 如果你同时又缺乏训练对策的公三头肌 公二头肌就会把公骨往前拉 造成公骨前移的体态 同样的道理用在脖子上也一样 如果你总是同前倾 或是头转一边看荧幕 或是侧躺在床上玩手机 也会让脖子周围的肌肉张力不对称 把颈椎拉歪 如果平时肌肉张力就已经不对称 加上睡觉循环又变慢 双重压力下 就很容易在睡觉时爆发出落枕来 所以要避免落枕 你只要做到两件事 第一就是不要维持同样一个姿势太久 尤其是玩手机 经常会不知不觉就维持同样一个姿势 一两个小时以上 而第二就是要经常做 我接下来带给你的颈椎全角度训练 补充一下 因为胸椎活动度和绕枕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在开始运动前 我建议你可以先看一下这部影片 打开胸椎的活动度 颈椎松动术 一开始将弹力带放在额后骨头凸点上 双手交叉抓着 要往右边旋转就把左手放下来 右手弹力带对准额后骨头凸点 将弹力带拉紧后 带着头往右边旋转 用拉紧的弹力带 带动额后骨头凸点 带动头颅 再带动颈椎旋转 学长到底停留三秒 停在这个位置放松弹力带 再拉紧 重复五次 放松拉紧的过程 弹力带会和皮肤产生摩擦 这个动作可以顺便松动颈部的筋膜 也可以放松肌肉 还能顺便松动颈椎的小面关节 是一个效益很高的动作哦 五次之后往下放一个指幅 重复一遍 颈椎由上往下可以分成三等份 从法际线做到肩线的位置 在进行颈椎松动术的时候 要保持后脑往上延伸 下巴不要前弯后仰的动作 也不要出现往前凸 这样都会让颈椎排列不正 造成松动时单点压力过大 动作越慢越好 过程中如果出现头晕想吐的感觉 就要马上停止哦 上中下散一次 反复三次 一天做三组 换边 侧弯训练 做好不要头背 眼睛直视前方 把头向右侧弯曲 直到感觉到左侧颈部有轻微的紧绷感 把右手手掌吸清顶住右耳的上方 同时施加一点阻力 让头和手出力互相抵抗 维持五秒 五秒后手加大力道 把头推到左边侧弯到底 这过程中脖子要一直维持 出力往右边侧弯的力量 不要放掉哦 推到底停留五秒 五秒后换成头加大力道 把手推回到一开始的位置 过程中头都要一直往右边出力 和手对抗 这个动作可以训练颈部侧弯肌群 一边出力一边拉长和缩短的能力 也就是在训练侧弯肌群 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的能力 做这个动作之前 可以先热肤 改善绕枕的效果会更好 注意不要太大力 轻轻维持住阻力就好 有稍微紧紧三三的感觉没有关系 速度放慢 太快可能会让肌肉拉伤 重复五次之后换边 每天做三组 旋转训练 头向右边旋转到底 左手指轻轻顶住太阳穴 同时施加一点阻力 让头和手互相抵抗五秒 然后慢慢的让手加大力道 将头推到左边旋转到底的位置 过程中头都要维持往右边旋转的力量 不要放掉哦 再停五秒 接着换成头出力 把手往回推到左边 过程中头都是往右边旋转出力 手都是往左边旋转出力哦 这个动作可以训练颈部旋转肌群 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的力量 改善颈椎旋转的活动度 重复五次后换边 每天做三组 弯曲训练 将头弯曲到底 让下巴尽量碰到胸口 双手轻轻顶住额头 施加一点阻力 让头和手互相抵抗五秒 然后手慢慢加大力道 把头推到往上看天花板的位置 互相顶住停五秒 接着换成头加大力道 把手推回到其实位置 这动作可以训练颈部前侧 和弯曲肌群的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 改善颈椎弯曲的活动度 伸直训练 将头往上看到底 这边要注意 头往上看的时候 如果会觉得头晕 就要马上停止动作 双手放在后脑勺 用手掌轻轻顶住后脑 同时施加一点阻力 让头和手互相抵抗五秒 然后慢慢的让手加大力道 将头推到往下看地板的位置 过程中头都要维持向上的力量 手都要维持往下推头的力量 不要放掉 再互相顶住五秒 接着换成头加大力道 将手往回推到起始点 往上看的时候 过程中头和手都要互相顶住 这动作可以训练颈部后侧伸直肌群 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的力量 改善颈椎伸直的活动度 重复五次后换边 每天做三组 今天你学到了 造成绕枕的主要原因不是枕头 而是脖子周围的肌肉张力失衡了 造成肌肉张力失衡的原因 有长时间的低头 歪头或是转头 有时候位力撞击或拉扯 也会像闪到腰一样 造成突发的紧绷筋软 让关节卡住 提高颈椎椎肩盘突出的风险 想要避免绕枕 就要遵循两大原则 不要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 以及多做颈椎全角度的运动 就可以保护颈椎 避免绕枕一天到晚找上门 因为我也绕枕过 所以很能体会绕枕有多不方便 骑车走路吃饭睡觉都要因为脖子痛 动作变得像机器人一样 但事实上 不动反而会让肌肉更加的僵硬 那次我有伤到椎肩盘 所以我可是痛了一个多月才好 从此之后我就特别注意脖子的健康 经常做脖子保养的运动 那说到保养运动 我想到有些观众留言跟我说 他的保养运动已经排了超过一整天 做都做不完了 我借这个机会跟你分享一下 该怎么挑选运动 其余你的身体早就知道 要做哪些运动最好咯 你只要做完之后 找出哪些会让你感觉特别舒适的运动 就是你最需要的保养运动 像我因为久坐常常背痛 所以我都会在旁边放一条弹力带 25分钟就起来做一下背脊弹力带的训练 这个运动对我的背来说 就是最舒服的运动 但你也可以试试看YTWL或是强天使训练 看哪一种你觉得最舒服 那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动作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 分享你身体最喜欢的保养运动 说不定也能帮到其他同学 找到他们的运动哦 如果你身边有人经常落枕 可以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他们 帮他们摆脱落枕之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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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